问这么多人 一个人选择多多 还不花算任何钱呢 全门 口顿 再帅 我这一顿饭三种吃法 对呀 我们正常来在这做十几年了 这店都开十几年了 对呀 台股 尝尝呗 尝尝 不好意思 这啥没干 一进门 先给赶快肉吃 味好吃 这个肉特别入味 稍稍带点那么麻辣的味道 孩子能吃吗有辣椒 可以 好吃吗 真香 里面还有豆角 这有点像 吃地锅的配置是吧 我们吃的滴套餐 他们这个滴套餐四叉 有鸡 有鸡蒸 有排骨 有五花肉 这129 这够吃吗 够了 到时候还可以下配菜呢 吃到最后是火锅 对 下配菜 这家店主要卖的是铁锅炖 分别有A B C D 四个套餐 每个套餐是根据所搭配肉的 数量和重量来区分的 价格也是从79块钱到129块钱不等 除了四个套餐之外 还有一种炖锅也是食客们评价最高的 牛三样 牛肉 牛筋 牛筋 吃出了庆怀 吃出了干净 你对他有感情 他对你有感情没 拿这吃饭打着不打着 不打着 不需要打着 不需要打着 因为太实惠了 不好意思说 这种锅都等着时间长不长 不长 讲锅之后三五分钟 上来了 三五分钟都上了 第一套餐 129是他家最高配置的套餐 你看这么大一桌 我们这么多人 一个人现在到这还不花30块钱 套餐家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这战斗给你好强 人家七八个人吃一锅 人家三个位吃两锅 那个味道平常一样 这点的是什么 牛三样 那是什么 打肠 这两个性价比都非常高 20多吧 80多 对 我感觉量还可以 还有豆腐皮 豆腐 那是鞋块 还比较丰富的 主要是他家这个大肠 清理得比较干净 铁锅炖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有炖大肠 炖羊排 炖大鹅 牛三样等十几个品种 分别有麻辣的 微辣的和原味的三种口味 以量大实惠 深受食客们喜爱 哪种锅点的是最多的 牛三样 这个大肠话的 你看今天点的什么那个 129是有个套餐是吧 129套餐 今天刚推的新品 这是新品 对 清瘦欢迎的 我们提完没能拌这个品 看着这个口味 要拉不要拉 我们怎么能冤味的 所以竟然吃饭了 对 提前这个肉 基本上都是熟的 对 没能拌熟的 根据食客的推荐 我们今天点了一份 店家的顶配套餐 生闷铁锅炖 来品尝一下 就大家这个价位 我觉得挺能打动人的 你看这人均消费 确实是比较低一些 你看这鸭肉量 这么多肉啊 看这鸭肉排骨 它选的不胃好啊 都是中排 鸡针也是大块的啊 从中间就改了一刀 先尝尝这排骨 它这个闷完之后啊 这个汁啊 感觉特别浓郁 排骨这肉啊 还挺烂的 关键是带着这个筋膜 它有点口感 有嚼头 咸香 味道很浓郁 后味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 看大家这五花 也是那种厚切的带皮的五花啊 五花瘦的部分也不柴 很有嚼头 尝尝这个鸡针 还是脆的 搁滋搁滋的 这个味道 典型的北方人的口味 真的好吃 昨天已经迫不及待了 吃完加汤 咱直接下面了 我这个汤汁啊 下面觉得也好吃 排骨软辣入味 酱香味十足 咸淡可口 五花肉 胯大肉厚 吸了汤汁之后 咬上一口 满嘴都是油 肥而不腻 吃着很过瘾 鸡针 脆脆弹弹的 有嚼劲 麻麻辣辣的 没有腥味 一份 一把 二十九块钱 包含排骨一斤 鸡肉一斤 鸡针一斤 五花肉半斤 还送的有干豆角 香菇等一些配菜 还是挺实惠的